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有玩过拼图吗? 有没有曾经玩过 想要抓狂的经验呢? 约束亚记第13章 约束亚有一个 类似的经验哦 我们看到摩西 率领斯坦在河东得地 约束亚率领斯坦在 河西得地 他们有好多的城市,他们得胜 打下来,也有 很多的地方 他们还没有办法得着 而这一章就告诉我们 哪些地方是他们得胜的地 哪些地是他们 未得之地 这是约旦河,河东 摩西率领他们打胜了 巴山王 打胜了亚摩利王 但是还有马加跟 基数他们 没有办法得着 河西他们打下了 山地,打下了高原 南地,但是还有菲利士的五个首领的城市 还有基数 亚卫 西顿 加巴勒 等等的地方 他们还没有办法 打下来 如同拼图 他们已经拼了 很大的一块 但是还有许多的地方 非常的艰难 他们 他们打不下来 但就在这个时刻 神给他们的吩咐 神应许 所有的西顿人 我必在 以色列面前 赶出他们去 神应许 要使以色列完全地得着 应许之地 而神吩咐 你只管 照我所吩咐的 将这地 年旧 分给 以色列人 为业 换言之 这时候 以色列人要分地 他们还没有完全地拿下 但是他们要 按着 神的应许 用信心 把这个地 分给 十二个支派 是的 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 上帝的应许 有些时候 我们祷告了很久 事情还没有成就 有些时候 我们等候了许久 还没有改变 但 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榜样 不要灰心 我们按着神的命令 勇敢去行 神一定把这地 赐给我们 好像拼图到了最后一块 不要放弃 坚持到底 胜利 恩典就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来祷告 耶稣 我们谢谢您 主啊 在人生道路上 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 已经得胜黑暗死亡 也必率领我们得胜有余 帮助我们 在面对 功课的挑战 生活的挑战 让我们不要放弃 勇敢跟随神 经历 神给我们的平安得胜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